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说说泰国影片永恒 富商帕博家财万贯拥有一大片的森林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女人 大概每六个月就会换一次老婆 而那些他已经厌倦的女人 就会赏赐给管家和下人 帕博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对自己的侄子上门奋爱的看重 因为上门从小父母双亡 帕博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来看待 在上门留学归来之后 帕博把自己临场大部分的工作都交给了上门 上门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帕博不同 上门工作之余就是看书 对于女人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可急坏了帕博 为了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媳妇 帕博来到了曼谷 在曼谷 帕博碰到了美艳的玉帕蒂 深深地被他吸引 很快帕博就将玉帕蒂迎娶进门 玉帕蒂的美貌和气质征服了所有的人 只有帕博的第一任太太 现任的管家面了不悦 上门第一次见到玉帕蒂 就被他的美貌吸引 但碍于辈分 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帕博正好有事来处理 就让上门陪着玉帕蒂四处逛逛 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 期间玉帕蒂还送给上门两本书 让他多看看 此后两个人经常到山上游玩 玉帕蒂把自己的悲惨绅士告诉了上门 随着交流的增多 两个人越走越近 连管家都发现两个人的关系 似乎有点出壳 帕博却显得毫不在意 借着总督来访的机会 让玉帕蒂交交上门一些社交礼仪 方便上门追求总督的女儿 而这场社交教学 会让两人越走越近 看着两个人亲近的样子 帕博若有所思 很快 总督来访 几个人一起到山上露营打猎 总督一家对于长相俊美的上门 也是十分的满意 极力想促成两人的亲事 可总督的女儿 却告诉上门 她在英国早已和别人司令军神 上门和她是不可能的 玉帕蒂在远方看着两人聊天 玉币有点赤醋 第二天 上门受了风烂发烧了 露营只能转时停止 先治好病要紧 过了一晚 上门已经好了不少 玉帕蒂以婶婶的身份 帮上门擦绳子 上门原本是拒绝的 在玉帕蒂的劝说下 还是同意了 趁此机会 玉帕蒂向上门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帕博要带着玉帕蒂 到曼谷待一段时间 或许是为了上门 或许是他自己不想去曼谷 玉帕蒂买通了医生 骗帕博说自己怀孕了 躲过了这次曼谷之情 这天 玉帕蒂到山中洗澡 正巧有老虎袭击寨子 寨子里的男人们都去对抗老虎 想到玉帕蒂还在山里 上门拿上枪 想山上跑去 正好碰到了正在洗澡的玉帕蒂 两人按耐不住 发生了关系 有了这第一次 最后两人 时常会找机会投行 很快 管家就发现了两人的奸情 管家好心相劝 却遭到了上门的反驳 有一次 上门正在亲闻玉帕蒂 被婢女看到 婢女把她看到的事情 告诉了女管家 帕伯回家之后 玉帕蒂告诉她 自己流产的 而帕伯还在那安慰 流产的玉帕蒂 在上乡的时候 女管家把两人 偷情的事情 告诉了帕伯 于是帕伯就假装 自己要出差 帮助返回 果然抓到了两人在偷情 帕伯没有杀掉两人 只是将两人 锁到一条铁链上 两个人以后 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这就是他们的惩罚 永恒 起初两人还很兴奋 他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可时间长了 两个人都有点厌烦了 一个想上山 一个去想看书 始终达不成一致 其中一个人的动作 都会影响到另一个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争吵什么的 更是家常便饭 终于 两个人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 想求得帕伯的原谅 帕伯是告诉他们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个盒子里 打开盒子 里面就是一把手枪 于是两人就开始策划 逃出这个地方 两人跑到管家那里求救 得到的 这是一个恶毒的陷阱 两个人听从管家的指引 跑了出去 很快 就被帕伯抓了回去 在逃跑的过程中 两个人的矛盾 也彻底爆发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 早已经没有了爱情 剩下的 只有无尽的厌恶 这时候 欲趴地已经怀孕了 为了孩子 两人再次向帕伯求情 帕伯却只给了上蒙一把手枪 欲趴地以为 用手枪可以打断铁链 可上蒙却说 为了孩子和欲趴地 他宁愿牺牲自己 让欲趴地开枪杀了自己 欲趴地拿过手枪 对着自己 抬了一枪 尽管欲趴地死了 可帕伯却始终不肯给上蒙钥匙 这就是永恒 死都不会分开 直到欲趴地的设计腐烂变形 上蒙这才被吓坏了 在上蒙的惨叫中 女管家砍断了欲趴地的手腕 上蒙拖着断手就跑了出去 消失在山里 帕伯多方寻找始终无果 还以为他已经死在了山中 可上蒙就跑了回来 这时候的上蒙已然疯了 他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